而秀林乡的疫情持续的升温 为了提供秀林乡亲快筛计 让乡民能够方便检测 立委孔文级一行人 7号是前往了秀林乡民代表会 捐赠给秀林乡公所和代表会 希望能够一起来做好防疫的工作 由于秀林乡疫情相当的严重 乡近来的村民们每四位当中就有一位确诊者 比例可以说是相当的高 常情关心原乡健康的立委孔文级 7号一早则是来到秀林乡民代表会 来制证四大厢的快筛计 来协助秀林乡公所和乡亲们的健康 这次非常感谢委员 又来这一家的400计 其实之前台科大 给我们彭孝成一个老朋友 之前也送了500计 其实也是我们委员 就是一支引荐就是说希望能够 送赛计到秀林乡 那其实委员除了给今天给400计之外 在之前也有在我们的三站文件站 还有加湾文件站 陆续也送了一些拍赛计 还有公所这里呢 也有给我们大概有500箱的口罩 所以真的非常感谢委员 有心在秀林 我相信乡民的眼睛是血亮的 我们一起来努力 今天特地感谢 特别感谢我们的孔文集委员 带他的服务团队 在疫情正在严重的时候 送了一些快筛计 这占好协助秀林乡姐的燃眉之急 大家都知道 虽然这有点不是很光荣啊 秀林乡一万六千多人口 竟然超过四千人借着 所以防疫物资是非常欠缺的 在这边也特别感谢委员 对秀林乡的关爱 也希望大家一起协助秀林乡 能够共同度过这一次的疫情 非常谢谢我们赖主席啊 今天本来是代表会的大会了 特别安排了这个时间 非常谢谢代表会还有我们的乡长 那这是一个一个写中送炭啊 特别是我们秀林乡 更需要一个防疫的物资 希望我们这个防疫的物资呢 对我们秀林乡的乡民有帮助 而且我们的疫情呢 能够能够减缓啊 让我们秀林乡所有的乡民 能够平安健康 秀林乡长王明贵 代表会主席的俊杰和代表会同仁们 则是感谢立委孔文集团队的关心 立委孔文集团表示 上个星期就前往了三站 加温和加冥文化健康站来发放赛季 而这次是捐给乡允乡公所来协助公所 来全面新的发放赛季 祈求大家共同来守护 乡允乡主人的健康 记得终于乡长王明贵的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季